今年暑假曾在大阪中华学校服务的替代艺教师徐祥毅 率领国立台东大学户外探索团队 回到大阪中华学校 为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举办两天一夜的探索体验营 报名的学生第一次在操场体验搭帐篷户外烹饪 还参加紧张刺激的重头戏锤调 让孩子感受户外生活学习团队的精神 2016大阪中华学校主席探索体验营 由去年在学校服务的替代艺教师徐祥毅 率领国立台东大学户外探索团队 一行九人再次回到学校 为小学三年级到六年级的学生举办围棋两天一夜的体验营 大阪中华学校校长陈选霞 希望小朋友尽情体验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举办的主席探索体验营 学习野外求生的技能及团队精神 我们第一次有史以来第一次进行了一个主席探索的体验营 说起来也就是露营 但是这个露营呢是在学校里面在 露营的内容当然让小朋友自己去扎营 然后呢自己有自己的睡袋 小朋友已经开心得不得了 接下来我们还有从来没有体验过的攀爬垂钓 这都是高难度危险性相当高的 但是我们特别请来了台东大学的师生们 特别来帮忙 接着带队的台东大学小老师们将参加的同学分成六小组 在老师的指导下 大家自我介绍选出小队长 并分别围成圈设计对齐 接着大家转往操场 分工合作将每一个支架组装 搭设成一个个帐篷 并一起和面粉 学习野炊必学的烘烤舌面 大家品尝从自己手中做出来的料理 美味又满足 徐祥义希望让学生跳脱舒适圈 挑战自我 明白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这次的活动就是主要我们是要让学生就是挑战自我 然后就是远离舒适圈这样 对 因为平常在家里的话 爸妈跟学校的老师都保护得太好 那希望他们就是自己这次的活动当中 那自己体验 然后自己做自己的食衣住行这些方面 就是自己动手啦 那不要都是依赖爸爸妈妈 或是学校的老师啊 藉由这次的活动当中 然后学习到团队的合作 可以体验到自然的生活很高兴 还有会体验自己祝福的生活 在这次的活动中 除了夜宿学校操场的帐篷 催饰 让同学们最期待的就是体验垂吊 小老师向大家说明钢盔及座带的穿戴 绳索降落的操作方法 同学们两人为一组 由活动中心二楼窗外悬吊缓缓下降 过程紧张又刺激 这场探索体验营 让孩子们独立成长 在活动过程中学习与人相处 不依赖父母师长 度过与众不同的暑假 台湾宏观电视吴敏如 日本大阪 参访报导 参访报导